海巡人員廣播要前方那艘 中國機鐵殼漁船停下來 但對方拒捕加速往前蛇行 還甩毀猛撞我國巡防艇 巡防艇的右前船身 被重達100多噸的鐵殼船猛力一撞 整艘巡防艇大力震動 海巡人員差一點被撞到摔倒 鐵殼船持續條竄 不打算停船海上風浪 起伏汹涌 為了守護我國海運 海巡人員趁最靠近鐵殼船的時機 跳上漁船 海巡登船時 兩船再次碰撞 激起大片水滑 海巡人員冒險上船後 在船上搜出三噸漁獲 全部海拋 為了防止非洲豬瘟海巡清艙檢查 沒發現豬肉製品 這艘船共有14名中國籍漁工確認都沒發燒 快篩陰性後全數扣留依法偵辦 華視新聞 是馬上一頁 台中報道 在船上 海水滑 全國籍漫工確認都沒發燒 尺寸 全國籍漫工確認都沒發燒